字幕 李宗盛 回到節目時間 大家好 這節我們就在Live 我們都會回答大家YouTube的問題 大家有問題就先留言 再看看市方面 又是阿爺 現在阿爺收了市 不過跌11點 27887 非常弱 所以我們這邊也很弱 阿爺在地佬收市 我們這邊也不好得很多 跌58點 做28123點 其實看著他都很沮喪 因為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實際上每天看著 明明上午 其實老實說 期望真的不大 有哪天我們期望他的大升 其實是不是因為 焦組被人騙了 要不要弄得這麼大難 一直在說人民幣貶值 其實是一直在貶 而它上升的時候 以後是應該被一個錯誤的希望大家 然後現在就真正反映他跌 我都說我不是很大希望 其實是預了他留的 情況就是 你找日期好地地 不要跌 叫你升 好了 現在的情況又是 下午又突然間 有一個小聲地跌下來的情況 我想午後 在高位都近2815附近 中午的時候都 一直跌 一直跌 用day low收2787 即是來回到23 再到15 38點跌下來 雖然不是跌得多 但情況硬是天天都要day low 昨天臨收市有暴力向上升 是 叫反去2800 今天沒有暴力 昨天的反敗 為了今天的下跌 亦都這樣說 不過這樣 慶幸 不過我現在還是不要這麼大聲說 慶幸 算了 還是不要說 我想說慶幸 我們3點之後 平時越做越衰 現在 因為爺爺沒有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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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說應該沒有暴力 我記得7月5日 恆指 不是最低 恆指最低應該是7月11日 2013來一個開市位 今天有沒有跌過2013呢 咦最低是2045 是啊 他現在又是那句 細細細說 穿他穿不到兩萬八 不過老實 穿有多大難 A股每天這樣跌 難道你以為 那幾十點 你覺得很頂得住嗎 情況就是 A股遲遲找不到上升的因素 人民幣又拖 中美貿易支 沒有人搞你了 其實 川普停的時候 好幾天 因為有全球那麼多國家 每人搞一個 每一天都沒有空 沒有空 每天招呼你中國 但情況就是 哎呀 但是我們這個人民幣 可能因為隔夜鮑威爾說的 導致美匯強了一些 現在 今早報過美匯 其實今早我們報的 開始95點00 都這樣 現在是95點2327 又高了 又高了一些 所以人民幣總是弱一些 現在如果離岸的話 都6.743 今早還說6.75 是 那又可以了 所以就自己看著 硬是這些因素拖著拖著拖著 我先都是要解釋 我這次反而想解釋你 你真的不是燈死了中興 而中興呢 其實大家都明白的 他只是一個反彈 但是人家彈了這麼多天 我其實 我是不是和鍾小姐講過呢 還是什麼呢 是鍾小姐 玩法一定是A 漲停 即是說他明天還有得漲 因為今天是擺明人為減停他 他想升很多 但是 中有一天他不漲停 即是代表已經到假 明天就沒有空間 那你就這麼多天漲停不去追 你就等人家有一天不漲停的時候 你就追H股 即是H股到假了 所以現在 陽足星星陰足 你自己來了 16元那個位置又失去了 所以不是你燈它 你是沒有正視我說的話 我只可以說 因為他就是把2018換上763 不過都可以2018今天都很恐怖 那倒是 也差在哪個死快點 我叫做你其實換完這些錢出來 可以變成cash的 你可以放在那裡 不一定要買東西的 這麼巧他的思維硬 是想來想去都是 要不就是這些 即是 他喜歡博的那些都是投機一點 我覺得 763 小米 其實真的是投機的 你現在你猜他已經完全康復出軟嗎 情況就是 小米 這個個人因素 我不買 可能你覺得很棒 但是 硬是 很消息上面的炒作 今天小米最高見過22.2 現在21.7 都可以逆市升到四個百分點 嗯 剛才回答763 除了Jason 還有一位Leon Cord 17.1 入了763 現在怎麼辦 17.1 你真是這期入了 說真的 因為你中間沒有17.1 這個價格 一落就落去16元 昨天 哇 昨天17.36是最高位 你17.1 沒有 我只可以告訴你 其實我呢 走掉很開心 雖然 後來那四棍 沒得好說 但是 我 我以為自己逃出地獄 但是有些人覺得地獄 現在變成天堂 就跌倒進去 其實都是不要搞這麼半死了的事情 雖然好像蟲光一樣 但是其實未有耐 是完全等於以前那種投資價值 我會覺得 看緊一點點 我有些擔心這一浪是否已經玩完 我看了就看到小時圖方面 小時圖方面 它7月12日開始 每一次碰到一條十線圖 都是 是的 今天就終於失去了 今早一開始 現在都是失去了一條十線圖 這一浪就真的蜜了一點 沒錯 如果看五分中圖的話 其實若莫穿16.6附近的位置 都開始肉酸 變成今早再高開之後 再倒插第一棍就已經肉酸 現在變成走勢 陽觸聲聲音觸 16元這麼關鍵的位置 現在不是試完後抽再彈 是讀穿 最多只能看一天半天 看看能否站得16元 站得16元 站得16元就帥 站不到的話就肉酸 還有你也要看A股 A股今天都近日落收的 不過我都不是日落的 最低早見過16.06元 現在16.53元 但從高位都回了1元 因為刀位是17.56元 跌了3% 所以A股方面 漲不停板之餘 還要不能漲 要開始跌了 自己看著AH互動也有幫助 即是如果明天都彈不上來 16元就真的要了結它了 我覺得你不是跟Jason一個說 我覺得所有人 未免看得一件事太簡單 我會有覺得 其實他是最壞時間過去的 我都幾覺得 11.12元那些位置都應該不用落 但問題是 你又追壞時間過去是有一個炒法的 那你又錯過了那3天 炒最壞時間過去的那3天 那現在就跌倒入 就變了要長線一點 有機會 嗯 除了Jason那些之外 我繼續回答其他問題 就是有朋友問到291 Chloe也是問291 原來他還未離開 不過今天也繼續升回 升到3% 37.6元 那他就37.7元有貨 還保持嗎 保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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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其實今天已經開了少少羊竹仔 兩隻啤酒股都是可以升的 站穩了10天20天50天線 其實現在站穩了所有線 那我覺得 為何不保持啊 這麼漂亮 成交今天還重複了 應該快看到家鄉了 是啊 保持吧 有這麼多保持這麼多 看看有沒有機會衝回之前的頂位 那之前的頂位位置的話 就相當於是 看看 6月15號 38.9毫半做短線目標 嗯 那Anna問到2186有貨 上網看多少錢 若股都最近都沒有怎樣炒得動 你說這隻六頁也好 白雲山也好 8到6附近都支持位 那照保持吧 不過你看到現在撞上去6月中的位置 那些位置呢 有少少都是風風的頂 所以我會說 我會說 你預算他8到8到6位置浮游 浮游 那西頭未強得起上來 嗯 所以這一隻你還是預算他還行 先悶陣 對 質素上沒有什麼問題 但要悶 有位朋友說6098他10元有貨 很好賺 6098繼續洋竹 應該不用理會他 你回答一下 你有什麼意見 就是洋竹不用理會他 他真的很漂亮 恭喜10元有貨 嗯 還要是10元有貨 到現在還可以保持 我應該都在中間吃 那些又轉來轉去 大洋竹 然後又再升升 今天物館呢 答案就是keep 今天物館呢 還想看多隻 老牌的 嗯 今天終於到他了 2869 升爆分之7.97.7號7 是啊 終於弄了棍 是雙倍昨天成交的大洋竹 雖然不是破了什麼頂 但站穩了所有線 都看得出有一個動能在這裡 但是2669又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升幅 清了 真的我懷疑都時間問題 如果他明天升到的話 那三頂清得到 你看一下今天和昨天的成交額 大了一點 所以他的升幅不顯著 但是也這麼說 今天跌市它升了 我想和其他的物館估一致 今天其實物館都 今天其實都不是很多東西跌 你看3319 他竟然又是收不回16元 是啊 一隻真的 是啊 是啊 又是來到這些位置 總是好像阻礙地 嗯 還有幾隻看起來 1778成交都很細分 只剩下 和平時差不多 現在升了2% 8.48 還有鍾小姐要問的1538 1538方面 中澳度加沉默 首升了一棍上來 今天還有升4.5 1.38 目前我會覺得照保持住 成交雖然是小一點點 但是今天的成交 比起過往沉淨的時候 其實都算多 今天打一顆十字星 有少少陽足身 尤其是逆市 逆市升4.5% 雖然高位1.42 現在1.38 我是你的話 我給點耐性 嗯 還可以做好一點 還有都是那樣東西 就 又儘管看下 他會不會有些什麼 叫做 營起的那些東西 因為他3月15號 當時呢 就已經發了個全年營起的 那又儘管看一看 究竟他上半年 可不可以都發 如果是的話 其實一隻他 一隻採生活 都是未發 而上年發了營起的 所以就 有得想的 不排除 坐多一日半日 有些營起 就算你說 沒得升到出業職 都先吃了那棍 起碼逆市都升到的話 你等到那棍 應該都多3-5%不難 我覺得 我們剛才說3319的時候 亦都可以讓人買阿Sam 他就今天16.18 以為 找16元買貨 現在衝頂 失敗的話 可以怎麼辦 那又不用太囂張 但已經第二天是這樣 沒辦法 當高位震盪 留意一下15.66 你當他第一棍大羊竹的時候 當日收15.66 雖然現在都問哪15.68 但你不是當他一棍羊竹之後 在上面不斷打 打音竹 楊竹 在這些位置上 其實情況就是 他暫時站穩了 Day1那支大羊竹的頂 所以 我是你 我都給點耐性 因為又是 有基本因素 市場資金OK 他已經發了營起 相信物館可以跑贏 暫時也是 這時候我們要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和大家看看收市情況 回到節目時間 恒指收市跌58點 做281122點 成交金額726億 其實都是偏少的 偏少 偏少 比昨天更多 但又多於前日 約7至頭 離不開 都沒有800億 我想看看筆水怎樣 筆水都很性懷我們港股的關鍵 不過之前 早前不停流入 流出兩天之後 今日微微流入9千萬 不要以為很多 單位仍然是千萬來形容 上海方面流入1億左右 流出1億左右 而深圳方面流入2億 對 暫時來看 兩邊都 令自己顧顧不頂的時候 怎會走過來 沒錯 所以 看看現在市況上 都是疲弱 跌又不是跌得多 跌59點 281122 我也想和大家 雖然未U定 但都關顧一下 一兩隻 我看開的那些 2382 今日驚濤蟹浪 不過認真 當然 有改善空間 但起碼 逆市都站住 其實我今早就說 我心頭很少 總之不要再尊重 142 正正是今天全日日 他沒有變紅過 但他試過沒有起跌 但當比較起金組 頭5分鐘 曾經最急升到149.3 都回足6.1 所以在股份裏面 都來回有4至5個百分點的波幅 慶幸就算進漲一點 嗯 我也會看2018水星 就更可憐 今天就被野村和大和一起唱淡 所以他曾經跌過5% 現在收了市 都跌4% 是啊 股份方面 其實走勢都認真麻麻 像被大巷一樣唱一唱 真的見到你不死還要踩多腳 一隻順魚就被人抬到天高 之前大巷有給過220 但昨天就有一間 叫做 樓樓地的孤空機構 去唱淡 還叫做企穩 但這隻碎星本身都弱 再被人唱 我想再穿多一次101的位置 就真的不得不走 雖然我們已經說走了 但情況就是低處都未算低 還有嚴格來說 這隻股份真的排好了空頭 嗯 我想看一看大家 10、20、50 其實他還有100和200 其實他排好了 所以勢頭差 那件大巷方面說 其實現在幫他計算數出來 今年的集團銷售額和盈利 其實都是單位數的增長 而管理層的目標是雙位數 其實都差很遠 所以跟大巷的預期有些落差的時候 那可能別人有貨都顧了你先 現在我們經常去比較這兩隻股份 我想我藉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畫一下過去 由2013年 那個走勢的不同之處 這隻是2018 所以這隻2018的走勢大概 就是我現在的紅色線的話 當我去看2382 似乎走勢就很不同 走勢的藍色線 都是10線以上 都是這樣升上去 但是其實 那個細頭 都還是 你想想 是的 在月線圖上面 是挺漂亮的 這條10線一直托著 而那2018 如果要看一些線位 這個你的說法很清楚 就是跌了10 跌了20 所以 那個強勢 影真只是留在信譽 那裏 但是瑞昇就差了很多 所以選擇的時候 不要經常都說 看死一隻 沒有 太殘了 現在要看清楚兩隻 不論是短差也好 長線也好 都要看清楚先 彈都很難彈 嗯 那我繼續答問題 阿Sam還問到第二個 就是1347 28元入了 有沒有機會充頂 以1347方面 現在就做27.5毫半 跌了一毫 他所指的充頂 都要看到29.7毫半 嗯 如果我們看回 29.7毫半 現時其實都企穩在高位那些位置 那麼 就以今日為例 其實都是遮眉一毫 我覺得 照保持住先 啊 行程就沒什麼的 因為成交就都幾 縮得幾小的 但是他現在這些位置如常不下 我想這樣 你就以回最近 你譬如 較早之前 好像在7月9號 當時有個開始位26.5 這些位置 26.5這些位置 都突破向上了 如果再一次 好像紅線這些 這樣 如果再一次向下 26.5 留下 就要想一想 看看是否減遲 還是怎樣 嗯 縮線好像沒什麼特別大的消息 縮線的樣子不靚仔了 不靚仔了 所以可能真的要看回 就是說 衝長線 那你買不買這件事 我覺得呢 暫時來說 他不算是太當作了 嗯 嗯 還有朋友在問 什麼價位呢 他買1177 哦 不是1177 這些股票真是耐到 我們 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最近都沒有 其實呢 他又沒有把我塞些什麼 他都是十線托住 而50線頂住 長期都是這個格局 都沒有什麼 是呀 那就50天線頂住 不如先站穩 他現在其實都不算壞 起碼之前試 100天線 現在都已經脫離了 那麼有條100天線 就在這裡這樣托住了底部 但是現在脫離了 但是也都 未夠強 站穩50天線 比於12.4附近 才開始再想 是否轉角而跟進 那麼下位朋友仔 說回教育股 6068有貨 今天呢 升完要不要離開呢 不用 今天都升得挺好 揚足之下 配合成交也有增加 近乎低嗨收 當然啦 馬上直望回較早之前的頂位 7.46的位置 用回那些位置 作為一個短線的目標 因為過去都是橫行 尤其是在五十天線 六個七號二的位置 有支持 吳川武士 那八三九呢 同樣都是教育股 但是今天六零六八 跑贏八三九 我幾時都要走了 人家銳建 雖然他以往沒有人包 但是橫行之中 他現在都開始起頭 宗教呢 明顯是一浪上去之後再回 現在呢 就 也都 暫時站穩 他是沒有貨 還是有貨 還是怎樣 要買了 應該有貨 他問你幾錢放 現在這些位置 如果 譬如我用之前打橫的支持 現在的阻力就十四個二附近 應該提到的 今天其實都十四個半 看就看著 不要那麼貪著 看著十五個三 逐級逐級來 之後就高位 這樣 十五個三之後高位 如果 現在三線匯聚 全部在十三個八 如果穿十三個八的話 小心 好 問到七零零 他說上個星期你說下網四至五元 上網有十幾二十元博得過 現在又沒有變 現在當然有變 因為他在 一多點三十五想怎樣 整個兩 整個幾兩個禮拜裏面 他真的完全沒有彈過 不過都有的 有一天他開三九六附近 其實都 怎樣說呢 都可以說沒有變 因為 Range 就是三七五至四零零 我就說了很久 他現在真的 三七五他不穿 四零零他又站不到 但是 再是這樣下去 譬如十千線一直壓住的話 三七五遲早穿 你就要特別去 警覺性要提高 所以 我不知道你說 我有沒有變的意思是 現在是否還敢keep 還是還要拿著 還是現在才走去追 現在走去追 實在就不似會長 如果一直有 keep 而信念又是不穿三七五沒事的話 那就捱了那三元 看看會不會真的這麼硬正 但一穿就真的要做到果斷的姿勢 剛才我們說了一一七七的時候 馬上看了一零九三 剛才一一七七說十線和五十線來玩 但原來一零九三 昨日之音就讀穿了十天線 又再次在一百天線托著 今次是否到他就是五十天線和一百天線來玩 完全同意你所說 很明顯有一條一百天線托著這些股價 阿May說他沒有貨 那是否一百天線要入 沒有貨只是告訴你 有一個很明確的底部 但我看不到他長 所以我會說什麼都不要入 有錢未必一定要入貨 沒錯 這位朋友說九三九轉去八八零好不好 那我就先看八八零 八八零有音回去 有什麼好入 八八零沒有 沒有什麼好入 現在跌2.8個八八零 還有九三九為什麼 這浪應該彈完 因為兩連音 兩連音來到這些位 又穿十天二十天五十天線 MACD又做了死亡交叉 你看到的 在這些低位位置 所以我會說 算了不要入了 你可以走九三九 但不是入八八零 但現在九三九都問了 我會說現在九三九其實還是偏 不過參賽需要現在八 因為最低位的時候 六七八 其實就是 是嗎 是呀 六七八 現在六七八 但是你留意 這浪完全沒有一天 彈穿過十天線 是最基本的要求 完全沒有一天達到 所以是約中約 已經約了這麼久 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你會現在才提出這個問題 將九三九轉走 現在轉去八八零又是遲了 兩隻都是鬥跌的 橫行穿底九三九都是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再看看大市情況 現在竟假完了 騰訊就三七八 不用這麼嚴重 三七五三七六 橫行穿方面跌六十四點 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七點 距離二萬八越來越近 雖然不用地老售 但是都不見得漂亮去哪裡 因為旗子方面都是持續低水 甚至今晚七百六十二億 都是頗少的一個跌市 好少 說到這麼多了 今天我們明早九點三 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 感到第一集 緊急事故事 謝謝 展示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